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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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吉祥 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小緝 成語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成語 是一動不如一靜 成語出自於信朝 將瑞爾著 貴爾集卷上 相傳在東眾時期 有一位名叫為李和尚 在印度來到中國修行 見到一座山峰 其形態恰似佛陀當年說法的靈袖山 十分感慨地說 靈袖風不知何時 非來者旅 由於思鄉之詞 所以在山峰下面 見了一所自願 取名為靈忍子 故後人稱之為 非來風或靈袖風 南宋孝宗皇帝與正輝和尚 結伴遊歷寧寺 經過山峰 忽發其想問道 山峰既然非來此處 為何不非走 正輝和尚則答 一動不如一靜 其意講出 佛法是十分注重正的境界 凡夫身口二三頁 往往因種種的妄動 而造成善業或惡業 以致生死不斷 受苦無窮 但將三頁的妄動 能夠靜止下來 心不為境而轉 煩惱不生 便能了脫生死 不再輪迴 在《靈驗經》裡講到 恩戒新定 恩定新畏 是三無留學 果明了 慈戒能夠新定力 亦從靜定中 開啟般若的智慧 出世間的智慧 能夠令到我們斷除煩惱 脆入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 後人引此語 只不必多此一舉 比喻 在一件事裡 處於一個不明朗的狀態 以正觀其變去看待 歡迎你們將今天的分享 轉發給親朋好友 並且繼續收看 在源自佛教的《成語淺解》小輯的《成語分享》 祝福大家 平安無患 幸福安穩